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难以寻觅到官员在西北地区执行其政策 一位接近中央政府的消息人士告诉南华早报 针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措施 引发了汉族官员和公民的普遍不满 消息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知道这个问题 因为他已经听取了中国新疆政策协调人汪洋的简报 联合国希望派遣官员视察拘留营 一些人估计拘留营里关押着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 而汉族人正在越来越多的离开这个地区 汉族人是整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 消息人士说汪洋在简报中说 即使是汉族人也深感不满 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 他不愿透露姓名 即使是干部在新疆生活也很艰苦 官员们长时间不允许休假 筋疲力尽 这些报道发表之际 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允许国际监督人员进入拘留营 尤其是去年11月 新闻媒体根据所谓的中国电报 发表了相关报道 所谓中国电报是被泄露出来的机密文件 表明这些营地实际上是作为强迫教化中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7月发表声明 呼吁停止对该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团体的任意拘留 北京方面表示 对其新疆政策的批评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自2009年以来 新疆面临着一场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叛乱 造成数百名汉人死亡 更多人受伤 中国表示 这些拘留中心是为了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 而设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 11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 新疆三年来没有遭受过恐怖袭击 他认为这表明其方法是有效的 周二 中国青天报发表了自治区地方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的一篇文章 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并敦促西方政治家和媒体 放弃他们的批评新疆职业中心的双重标准 不过 据消息人士透露 对于负责执行北京新疆政策的官员来说 生活越来越糟糕 中国在该地区建立了所谓下派制度 要求干部住在维吾尔族人家里 作为监督计划的一部分 被派下来的干部要自己带礼物 自己掏腰包 拒绝下派的干部当场被解雇 这些措施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新疆当局经常以丰厚的待遇招聘 但很难留住人才提前退休的请求 也遭到拒绝 汉族官员在新疆的孩子被送出去生活和学习 所以这增加了离开该地区的人口流失 该消息人士说 新疆政策主管汪洋曾三次公开视察该地区 一次是在2018年4月 另外是在今年的3月和7月两次 在执政的中共政治局七人常委当中 他排名第四 是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该小组负责决定新疆的政策 在4月份的访问中 汪洋表示 该地区需要完善维稳措施 在呼吁打击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同时 汪洋说 应该保护传统民族文化 确保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习俗 美国没有被说服 众议院本周投票通过了维吾尔族人权法案 这一项法案将允许美国政府制裁其认为 参与新疆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的官员 2010年 新疆汉族人口为883万 约占该地区人口的40% 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 这一数字在2015年下降到了860万 约占36% 这表明北京鼓励更多汉人迁移到该地区的政策 没有奏效 一位研究新疆的中国学者证实 汉族人正在离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8年乌鲁木齐有350万永久居民 比2016年的352万有所下降 虽然统计局没有给出具体的民族背景 但是离开的是汉族人 汉族人不能表达他们的不满 所以他们用脚投票选择离开 新疆正面临着汉族人口外流的严峻问题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 该学者拒绝透露姓名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发布的研究显示 在过去的五年中 汉族人的低出生率是导致新疆人口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根据这项研究 该地区的穆斯林族群的出生率要高得多 除了自2017年初以来建立和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网络 北京还对新疆穆斯林人口的流动实施严格限制 自去年夏天以来 乌鲁木齐公安部门已经暂停了所有将户口迁出城市的申请 以遏制该地区的人口迁移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 这些措施没有公开宣布 但乌鲁木齐当局在人民网上回复了一个公民调查 人民网是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 提供了一些政策的迹象 看接下来的报道 习近平亲信到线不退 中共年龄死线原来因人而异 香港明报发表孙嘉越的署名文章 文章以年龄分析中国官场近期的人事异动 孙嘉越说 中国官场近期有多名政部级官员人事异动 其中借铃退休的三名高官 分别是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 民政部长黄树贤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王霞 都是今年已借政部级65岁的退休之灵 黄河王的生日分别是4月和5月 落的生日则是10月 但在中央部委和地方仍有多名年龄比他们还老的高官 仍未退下 这些借铃仍未退的高官分别是同样在10月年满65岁的农业农村部长韩长富 同样生于1954年的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陈的生日是2月 孙的生日是5月 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许克莱提扎克尔更是生于1953年8月 已年过66岁 至于中央党校政部级的常务副校长何一婷 更是1952年生人 年逾67岁 孙家业表示在中国官场年龄本来是一道死线 除非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否则正部级官员到65岁击退 但近年来随着干部年轻化步伐放缓 年龄的死线渐渐放宽 变成因人因味而已 不再一刀切 一般官员仍是65岁退 但一些特殊人物就网开一面 孙家业指出 以何一婷为例 他是习近平2007年上调中央之初 以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身份 陪伴习近平左右 担任太副的角色 由于两人年龄精力相近 成为习近平的亲信 因此被习亲点掌管中央党校这个干部培训基地 陈豪则是习近平任职上海时赏识的官员 2013年才晋升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2014年就空降云南任省长 2016年就升任省委书记 从机身正部级到主政一方 前后仅用了三年多 可谓破格提拔 扎克尔与习近平据说属至交 其父与习父就有交集 所以他才能从已退居二线 2011年63岁时已出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委 在习上台后咸鱼翻身 2013年重返新疆 在自治区人大主任过渡一年 接替年轻的努尔白克利 成了维吾尔族头号人物 由于这几人受习近平提拔都属大气晚成 故习让他们超期服役 也就不令人意外 相对来说 罗惠宁只是前副总理回梁玉的大秘出身 黄树贤则是江苏团派出身 又是中纪委前书记贺国强的人马 王霞虽属习的陕西同乡 但因是女干部表现一般 按时退休也正常 孙嘉业最后说 至于这一波上位者色彩较为多元 新任山西书记楼阳生属习近平浙江旧部 顺位属意料之中 街楼出任山西省长林武原是湖南地方势力 前省委书记杨正武属意的年轻干部 又有湖南吉林山西三省历练履历完整 而接任河南省长的颖红 则属于韩正的上海帮人马 从上海第三把手到中原大省第二把手 也跻身正不及 至于接任王霞的韩丽萍 原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他属于中办旧人 派系色彩不浓 由中书到供销合作社 这个冷牙们好歹算晋升正部级了 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帮中国几十年 是时候该付账了 周三共和党的长期支持者 亿万富翁 肯朗格尼告诉CNBC 中国是时候回报美国在过去四十年中所得到的帮助了 Home Depot联合创始人朗格尼表示 请记住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做了一切应该做的事情 来帮助一个如此庞大 如此重要的国家 现在是时候付账了 朗格尼同时也是投资银行 英文美的Socialist的创始人 他在财经论坛上补充说 川普认为中国在利用美国是正确的 朗格尼说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 这是美国政府十五至二十年前应该处理的问题 在过去十五个月的时间里 美中卷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最近他们打算达成一项第一阶段协议 美国总统川普经常说 北京利用了华盛顿的优势 他发誓要通过贸易协议和提高关税来平衡竞争环境 周二他对记者说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掠夺美国 尽管关税给全球带来了痛苦 朗格尼说 他很高兴川普挑起了战争 并且非常期待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能达成协议 这家伙的行为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朗格尼说 他现在所做的就是他竞选总统时所承诺的 朗格尼的评论显示了 美国和中国情绪之间的鲜明对比 亚太金和组织大中华区主席 麦克格雷格周二对CNBC表示 中国人目前的信念是 美国应该后退一步 这样北京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中共控制了人民 因为他们控制了宣传 他们让人们做好准备 现在是中国的时代 驻中国的咨询公司高管 麦格雷格说 继续看下面一条的报道 中国官员很悲观 美中经济将部分脱钩 美国国务院一位前高级官员 从北京回国后表示 中国政府认为 美中贸易战可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僵局可能导致两国经济部分脱钩 据南华早报报道 前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 苏珊桑顿表示 我们在中国会见了中国的外交部 中共和全国人大的一些代表 他们在中短期内都对美中关系感到悲观 几乎所有人都预计情况会变得更糟 桑顿前往北京和上海 是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实地考察之旅的一部分 该组织是一个致力于解决 威胁美国利益的冲突的非盈利组织 贸易谈判的最佳时机似乎已经过去 至少这是我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感觉 桑顿曾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中 任期最长的亚洲问题高级特使 由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 卢比奥等鹰派人士在参议院的反对 成为助理国务卿的正式提名 失败了自2018年8月离开政府以来 他一直把矛头指向川普在从技术到贸易等领域与中国对抗的整体政策 周二晚间桑顿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在北京发现的悲观情绪 最近也在华盛顿得到了呼应 我认为我们实际上从川普总统那里也听到了这句话 所以我们首先在北京听到了这样的话 现在又回到了美国 这似乎表明贸易谈判的进展不如所宣传的那样 桑顿说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 这项贸易协定可能要等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在与北约领导人会晤之前 川普在伦敦附近告诉记者 我没有最后期限没有 在某些方面 我喜欢等到大选之后再谈中国协议的想法 但他们现在想要达成协议 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笔交易是否正确 桑顿说 北京现在非常关注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部分脱钩 桑顿说 中方提到 他们确实注意到 有两位学者一直在写有关融合与完全脱钩之间的文章 他补充说 北京方面现在的兴趣似乎是在寻找这个空间 因此他们似乎希望放弃全球化经济中可能继续存在某种一体化的想法 转而寻求部分脱钩的做法 而这正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计划上个月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之后见面 签署一项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这将导致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并为在华美国企业提供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 但这一笔交易从未实现 由于国内动荡 智利政府取消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而中美之间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 桑顿表示 中方对于人们给他们贴上的各种标签感到非常不满 所有关于新冷战和经济脱钩的言论都令他们感到非常不安 但他们几乎一致的表示 他们相信美中关系有其固有的逻辑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好转 与此同时他表示 北京的官员似乎希望保持局面在平稳水平 不要对美国的批评做出过于本能的反应 接下来看跟香港有关的报道 新的安全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不去香港仲裁 由于对香港安全感到担忧 一些企业选择新加坡而不是香港进行纠纷仲裁听证 据美国之音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说 这是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 对香港这个国际商业中心的形象 带来的一个新的负面影响 香港抗议者为反对中国大陆对香港影响的不断扩大 而进行了长期的抗争 香港经济也因此陷入了十年来的首次衰退 一些富商把财富转移出香港 企业的会议和音乐会等活动很多也被取消 路透社引述一些律师和其他的法律专业人士说 香港局势动荡 削弱了香港作为世界重要的仲裁中心的地位 仲裁是在公共法院系统之外的解决纠纷的程序 这些仲裁活动现在开始向香港的竞争对手 新加坡转移 跨国公司遇到纠纷就回到具有可信法律体系的中立国与地区 寻求仲裁 涉案各方可以选择听证的地点和使用的哪些司法规则 国际仲裁地点所在地凭借的不仅是它是否拥有庞大的全球性产业 还有它在商业环境方面的声誉 新加坡和香港是亚洲两个主要的仲裁地点 他们的专业排名都位于全球前五 律师说至少有两个案子的听证已经从香港搬往新加坡 应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 路透社报道 新加坡仲裁会议中心麦什维豪院透露 最近几个月由于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 有几个听证已经从香港改到了这里 但他没有提供这些案子的具体情况 但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萨拉格里莫则说 该中心安排的案子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 创历史新高 新加坡国际仲裁界重量级英国大律师托比兰道说 有一些案子有些听证出于短期的实际原因而转移 他所知道的有两三个案子从香港转到了新加坡 路透社引用这位大律师的话说 关键的问题是 涉案各方是不是因为认定香港局势长期不稳定的原因 才选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找仲裁 如果企业选择香港法律作为仲裁框架 让案子以香港法律为基础 那么香港的法院将对仲裁程序拥有监督权 即便仲裁程序不在香港进行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 中国政府推广的清洁煤至河北多人中毒死亡 中国河北省最近多人因燃烧当地政府推广的清洁煤 而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已知河北唐山有六人中毒死亡 另有数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另外河北成德市兴隆县也有多名村民 疑似因燃烧清洁煤而中毒身亡 据中国媒体说 这些家庭没有被告知使用虚知 也没有清洁煤的配套设备 据法广报道 今年10月下旬 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挖里镇 西上庄村的叶先生 在村委会的统一组织安排下 以每吨600元的价格 购买了几袋冬季供暖所需的清洁煤 以及配套的锅炉 据叶先生透露 往年家中都是通过烧一些散煤供暖 但从今年冬季开始 当地村委会告知村民出于环保的考虑 按照当地上级政府的要求 不再允许村民使用散煤取暖 而是统一使用当地政府推广的清洁煤取暖 据新京报报道 河北承德兴隆县多位村民 疑似燃烧当地政府推广的清洁煤后 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河北唐山同样发生六位村民煤气中毒身亡事件 目前依然还有数十位村民在医院抢救 事故同样指向使用清洁煤后煤气中毒 该报说 据媒体调查 事发多个村庄使用的清洁煤来源并不统一 来自多个煤炭经销公司 对于这些清洁煤的生产审批 是否有统一标准 质量是否合格 事发地兴隆县官方回应称 清洁行煤检验没有问题 但其他地方还未给出回应 而唐山一社是煤炭经销公司的员工称 包括我们唐山市政府开会说 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事件 只能说定性为人煤操作不当 据社交媒体的消息说 一些死者的家属表示 他们在购买清洁煤之初 并没有被告知使用说明 所以都是按照以往使用散煤的经验 来使用清洁煤 据一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负责人称 由于清洁煤无烟无味 即使是使用专用配套炉具 也必须安装排烟管道等配套设施 保证良好通风 否则非常危险 看来造成这一系列煤气中毒事件的原因 是很多使用者 没有使用与清洁煤配套的设备 而出现了意外 继续中国国内的报道 社科院学术奇葩王立民 严重违纪遭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纪委监委透露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 副所长王立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星岛日报报道 王立民缺乏学术背景 却在顶级学术机构担任要职 并且频频发表学术论文 被称为学术奇葩 也引发争议 王立民曾担任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重庆市双桥区委书记 中国在保险集团公司副总裁 中国建设投资证券党委书记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党委书记 2014年担任中国社科院 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他接连在顶级学术刊物哲学研究和世界哲学发表重磅文章 其中包括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 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引起争议 著名哲学家梁志学为此撰文 给党委书记王立民的极点意见和一群哲学人的公开信 不仅对王立民的文章有学术上的质疑 更对其学术资格强烈怀疑 仅他的文章前沿就包括语法错误语义问题等 王立民当时受访回应会继续发表此类文章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看到总书记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的卓越功绩 据悉由于在哲学所待不下去 他转赴金融所 看下面一条报道 北大博岛冯仁杰被指 与多名女子有染 插足本科生出轨已婚女 北大博岛同时劈腿数十人 日前一女子在微博上举报北大数学系 助理教授冯仁杰与多人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该事件迅速发酵 北大校方回应指已介入调查 唯一名自称是冯仁杰亲属的男子称 绝大部分爆料不属实 目前冯仁杰已报警并聘请律师 据星岛日报报道 网友刘女士周一在微博上举报指 去年惊人介绍与北大数学中心教师冯仁杰相识并相恋 但交往后发现其曾结过婚 并同时与数十位女子有不正当关系 她称希望冯仁杰向包括她在内的被骗女性道歉 北大校方相关人士前日再向她表示 目前已在调查此事 据悉有涉事女生向北大发举报信 并有两名女生表示愿意作证 北清报引述冯仁杰亲属透露 指网上绝大多数爆料内容是虚假的 其已报警并聘请律师 该亲属还称 此事对冯仁杰影响很大 精神状态不太好 继续看下面一条的报道 杨安泽竞逐民主党总统提名 接获死亡恐吓 角逐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华裔商人杨安泽 在新汉布什尔州进行竞选活动期间 接获死亡威胁 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 据香港电台报道 杨安泽的竞选阵营一名官员指出 他们在本周接获电邮 对杨安泽本人及他出席的一些活动 做出威吓 以立即知会了联邦调查局 及地方执法单位备案 这名官员强调 杨安泽及公众安全 都是他们最优先关注的事项 在以后的活动中 除了会提高警觉外 也会遵照执法单位指引 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连同杨安泽在内 目前民主党仍有五名总统参选人 而在早前 加州女议员贺锦丽 称因经费不足 宣布退选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条消息 美国人均寿命缩短 一项新的研究令人震惊 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在缩短 根据一份资料分析报告 将近60年来 美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几乎10年 从将近70岁延长到将近79岁 可是自从2014年以来连续三年缩短 据美国之音报道 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 Steven沃尔夫说 寿命缩短总体上是24岁到65岁的就业人口中 死亡率增加造成的 维基尼亚联邦大学医学教授沃尔夫说 死亡人数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用药物过量 这是造成寿命缩短趋势的最大原因之一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透露 2017年平均每天有130个美国人死于使用阿片过量 不过这不是缩短美国人寿命的唯一疾病 沃尔夫说 酗酒自杀和几十种器官系统疾病 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上升 我指的是糖尿病 肺病和心脏病等 我们总共包括了35种死因 国立老龄化研究所研究员约翰·哈加说 这个趋势是前所未有的 哈加说 人口统计学家非常焦急 这是一件大事 自从艾滋病传播初期以来 我们还没在美国见过寿命缩短的趋势 在这之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全球流感爆发的年代 不过哈加说 寿命缩短是几十年来综合各种原因造成的 这个过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几十年来 从这些很直观的健康状况指标 来减少死亡率方面 美国一直落后于其他国家 沃尔夫说 治疗疾病的症状和解决造成健康问题的原因 一样重要 沃尔夫说 除了制定制止滥用药物酗酒和自杀的政策之外 我们还需要反省 问一下自己 美国的生活环境 为什么会导致民众的这些行为 为什么有这么多病痛让他们去用止疼药 是什么造成绝望导致他们自杀 为什么糖尿病的控制这么差 哈加也有同样的质疑 哈加说 我们在医疗方面的花费大约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美国的医疗行业是3.5万亿美元 没有一个国家接近这个数字 我们真正落后的是保健和所有该做的事情 如体育运动 良好饮食和及早治疗健康问题 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 全球新闻大集合 6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6Dude.News 六度新闻 6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тут新闻大集合 短片 很多 下期再见 真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